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啊 我们要开始我们今晚的直播了 是了我们有教课有聊天嘛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吹水的部分 油花园的部分以及教课的部分 那么这个有很多同学会问 能不能够聊一聊这个MCO2.0的东西 那真的是每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星期二的 这个特殊的日子啊 搞到我们每个星期二都好像特别的紧张啊 星期二要讲什么东西啊 有时候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呢 就期待这些突发事件的出现 有时候我有了灵感呢 又担心这些突发事件呢 令到你们呢每个人来问我啊 我们就讲那个东西 然后就忘记我们的这个原本要讲解的部分了 是前面的这个开场吧 还是要讲一讲的 关于这个MCO2.0的extension 今天公布2月5号到这个2月18号 那这个情况是我们作为华人啊 是真的是无奈的失望 我们失望但是又很无奈 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对不对啊 原本我们农历新年的这个庆祝啊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很多同学就讲这个怎么买过年的衣服啊 对吧 所以我们的另外的一些同学又说 去年的过年的衣服都还没有穿 对吧 因为去年好像也是这个很快就出现了这个 担心疫情的这个情况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一年了 那MCO2.0有什么另外的影响对我们的股市 这个其实是有同学问 不是很多 但是仍然有啊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做了预告 同学们就马上问了 哎呀老师这个MCO2.0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啊 MCO2.0之前这个2.0宣布的时候呢 都嗯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认为是有影响的 他当时没有太大的影响 现在呢他在extend 那你可以说是没有惊喜 没有惊吓对不起 没有惊吓 OK 同学就市场能够接受 但是呃同学们说 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看法是想分享一下的 就是这个东西 extend你的MCO 是会进一步的影响那些原本已经受伤的行业 我比较明确一点的 比如我们本来要这个星期或者今天晚上啊 星期二的晚上或者刚刚上个周末 OK 都应该是去酒shopping逛街 买过年的新衣服的啊 结果呢上个星期上个周末 哇四天的长假对吧 包括我们吉隆坡的这个朋友们 对吧 吉隆坡星期一也是放假 so 没有地方可以去 大家都在家里面做宅男宅女 对吗 啊我们有去打抱一下 我也有出去打抱一下 虽然我们这个雪兰儿的这个疫情还是挺严重的啊 那么呃我看到比如 帕丁尼啊 Brands Outlet啊 他们都是关门的啊 因为四衣服的话呢 是比较这个高风险的 so没有办法 就他们干脆关门了 那他的生意会受到影响 然后你在MCO再extend 已经MCO了一个月了 现在又在MCO多两个星期 so一个半月 他基本上都没有做生意了 so也就是说他的业绩肯定会在下滑 所以在MCO2.0刚刚宣布的时候呢 有一些可能会受到第二轮的这个冲击的行业股票呢 他有一点点跌 但是我相信MCO的extension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点反应啊 因为真的是让他们原本都流血不止了 对吗 就继续给他们流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包括这个我们的国境 我们的border还不能够开放呢 游客还不能够进来呢 那么机场的这个旅客数量呢 也是会有影响呢 云顶大家想过年对吗 平时过年可能你会上去云顶吹吹风 也是这个计划也是告吹的了 so这些行业的相关联的公司呢 会继续的受到影响 so大家是需要知道一下的 那么这个影响呢 盈利毫无疑问会有影响 那关键就是公司这些行业 还有没有足够的储备呢 去熬到服输 ok 那我仍然是觉得这个疫苗是有帮助的 现在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消息传来 疫苗是有效的 尤其是我们最早最早讲的这个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们接种的比例是最多的 以色列是全世界这个疫苗接种的 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他们最早打疫苗 so以色列已经开始看到效果 第二个是什么国家 第二个是哪一个 第二个是英国 ok so反而不是美国是英国先 因为美国人口比英国来得多 那英国那边也开始出现了这个 疫情受控的迹象了 so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观察 ok 也就说这个是不是向我们expect的 疫情能够受控的方向去发展 ok 那当然我在前两天才看到一个 有一个好像是美国的这个 有一个政治人物对吗 有个议员的他注射了两针 但是还是确诊了 但是他是在注射了第二针之后 还没有到两个星期 因为在身体里面的抗体呢 是在你打完第二针之后 两个星期后这个抗体呢 才能够到达最高 这个产生最高的防护作用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注意这一点 and还有就是已经有新的疫苗出现 有些疫苗我没记错的话 是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呢 他是打一针就可以的 可能他的防护比率没有去到90%那么的高 我看到那些数据 but他一针就可以有效了 so这个东西仍然是在这个疫情有机会受控的方向去发展的 so各位同学 那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觉得这个疫苗如果能够控制住疫情的话 可能第一季度我们那些受伤的行业仍然是处于黑暗之中 但是很可能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了 如果第二季度开始看到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 在全世界的各地陆续显现出来的话呢 那么下半年的那个服输的确定性就会越来的越大 那么对于服输行业服输板块的部署呢 在这个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之间呢 同学们可能就要去考虑了 我讲到的这个这个策略上面的思考呢 主要是我有跟一些分析师还有一些机构型的投资者 一些基金经理方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这个算是隔空对话吧 啊 是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so我想跟我们这边的散布投资者 我们普通的个人投资者聊一聊这个东西啊 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这些机构投资者有一些想法就是 可能去年的行情到今年啊 那些受到这个受到疫情带动的那些行业呢 他们可能已经获利颇丰了 对吗 获利已经很丰厚了 那么明年他们可能会转成以手为攻的策略啊 等待那些服输的行业啊 这样子他们会觉得相对来讲风险会比较低 因为对比你现在继续去追科技的股票的话呢 他们可能不敢all in 他们可能要分配一部分过来这些疫情服输的板块 所以注意啊 我不是说你要税下去服输的板块我对吗 因为仍然有风险的 那我讲的是那些基金经理呢 他们是在考虑着分配他们的部分资金呢 去部署这些服输概念服输主题的板块 so这个是呃我想聊的 ok第一个部分关于mco2.0我想想到的啊 对还有一个关于零售业的 你的产业信托也是呃肯定受到影响 你看shopping mall是什么样的状态对不对 所以呃这个shopping mall的呃租金啊 那这些都是应该是对于产业信托来讲呢 是很有挑战性的啊 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到底这个呃新常态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常态之后 对于零售行业对于商场商店的那个出租需求 还能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巅峰状态呢 是要小心看待这个问题的啊 我认为有些地方能够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一直延长这个疫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呢 只会令到我们越来越习惯新常态的生活方式 打包在家里面吃饭的生活方式对吗 啊现在你就发现这一年啊我我发现到什么呢 我发现这一年我们的受疫情影响的这一年呢 我们去外面打包呢那些打包的方式是越来的越讲究的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同感呢啊 包括打包的那个饭盒的造型啊 它的保温程度啊还有他们包的那个方法啊对吗 所以每一间每一间我打包回来的餐厅啊 所以我发现哇还这个包的很好啊 这个包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包的很好啊 所以这个他们打包的方法的改善啊还有这个装食物的容器的改善呢 也可以提升我们虽然没有在现场吃啊 但是回到家里面呢还是还是可以享受一点点啊 但是肉骨茶就我觉得不能够了对吗 肉骨茶还是需要有一个砂锅在那边烧着吃才好吃啊 哈哈哈哈啊又又又讲到吃去了啊 因为太久没有的出去吃肉骨茶了啊 我就我就死活不甘愿打包回来吃 我觉得打包回来不好吃啊 还有这个今天我跟我们自己送大的内部的一些老师们聊天开会 就是讲到这个火锅能不能够打包呢对吗 好多做火锅的商店啊 因为大家很难打包吃火锅对吗 所以这个就生意就比较辛苦了啊 那反而我会想到呢在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有海底捞啊对不对 在香港的股市里面呢除了海底捞有商市呢 还有海底捞的那个底料的公司 就是海底捞的那个汤底啊 它是有一些好像方便面这样子的 马上丢进去马上一煮你就整个汤底整个锅底就出来的那个调味料啊 那个公司叫做以海国际在港股挂牌的 so我就不知道它的销量有没有上升了啊 在这样子的新常态底下啊 大家都可能在家里面自己吃火锅了啊 呃这个只是一个呃 纯粹是一个想法啊想法啊 关联行业的讨论啊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好这个东西呃关于疫情的思考 我们就聊到这边啊mco2.0的extension 我们聊到这边啊接下来了 我还要讲一个东西的